你见过只带七块钱来相亲的男人吗 这个扣门的小伙子叫邓之伟 今年27岁 小邓从出场方式开始 就透露出一股不一般的气息 只见他左手拿着网球 右手拿着球拍 打扮酷似动漫人物露碑 散发着中二的气息 气势汹汹地向主持人走来 网球王子啊 这造型大头是怎么看 怎么觉得有点眼熟 在小区的围墙边 简单地展示了一下网球技能以后 他带着节目组来到了他租住的地下室 一进到这个不足十平米的房间 众人就看到他家墙上挂马的草帽 原来海贼王是小邓最喜欢的漫画 他把主角陆飞奉为他的人生偶像 而草帽是陆飞必不可少的装备 主持人打句他说 是不是在西湖边卖草帽的 他没听出来是在开玩笑 还回答呀 真的是想拿过去卖 但又不想卖给不懂欣赏的人 因此打交了这个念头 小邓不光喜欢动漫 还喜欢哲学 家里唯一的一本书 明朝那些事已经被他翻到拖页 他结合这本书最精华的人生哲理 归纳出满满一页纸的自我标准 他希望可以遇到一个符合这些特质的女孩子 本以为他很有文学素养的主持人 在看过这张纸以后才发现 这个人连照搬名句都能一句话错误 主持人好心想给他纠正一下吧 人家还不乐意 说人家认的字肯定没他多 没资格知道 他这样的态度让主持人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带他先去见女嘉宾 再前往相亲地点的路上 小邓又冒出一句 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话 没房没收到他还挺自豪 说自己什么都有 再来相亲的话 别人会觉得他人品有问题 房子有车什么都有的时候 好像我来相亲 你们也觉得不现实 有房有车来相亲什么都不现实 我跟你说 你们会觉得我人品有问题 这是什么奇怪的逻辑 那么多有车有房的人来相亲 照他这么说 难道全都是人渣吗 和他相亲的第一位女嘉宾小鹿 今年才22岁 是一位茶楼的情义师 两人刚坐下 小邓就拿出了那张纸 说要考考他 那张单子 你给他看一下 对对对 单子要看看 千不千别问 这两句话出自哪 这一出啊 证得对方有些尴尬 小鹿因此十分看不上他的言行 觉得这个人说话有些不切实际 很多话都是听不懂的 然后就是一些 哲理啊 他的哲理就是对我来说 一旁的亲友团也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质问他 是来相亲的 还是来面试的 那你今天过来究竟是相亲的 是相亲的 还是抄一些经典的内容过来 什么经典的内容 好不容易把话题拉回来 小邓向姑娘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他说呀 虽然自己现在啥也没有 但未来一定啥也不缺 至于你要说房子跟车地嘛 哦 那个只能说牛奶会有的 面包也好 目前呢 没有工作 只有两文存款 还住在地下室的小邓 为什么如此坚定呢 因为他觉得自己很会省钱 而且从来不会让自己陷入经济困难 我们觉得不会让自己 基于那种 山清水晶的地步 我平时的花销也很低 如果说你说只说零块钱的话 一个月五十块钱 主持人想劝他看清现实 于是拿出前几期的男嘉宾激励他 人家当时的情况啊 跟他差不多 来相亲的时候 也是待业 没有收入 但是半个月不到就找到工作了 小邓听完却表示 有的人运气好 他把自己没有工作 归结于自己的运气差 这样的表现让小鹿非常失望 他每个月生活费至少要花两天 很明显两人不太合适 两人的相亲就到此结束 在结账的时候 小邓的行为再次惊待众人 他请客吃饭 竟然说自己没带钱 而且还理直气壮地让主持人给 我终于知道 你为啥一个月只花五十了 在大家不敢置信的眼神中 有些好面子的他 又说就当是借的 可以写签条 一定会还的 没记错的话 小邓 你不是说过自己不喜欢借钱的吗 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说过 我不会不喜欢欠别人钱 包括最亲的人我都不想欠 就是说我不喜欢借钱 就是我喜欢那种 我宁可我 别人欠我钱 我都不想欠别人钱 无可奈何的主持人 只能答应借给他钱 可就在写签条的时候 突然又说了一句 今天相亲不成功的话 自己一分都不会给 我刚才跟你丑话说的钱 如果一个没成的话 我改不复账 不光如此 他写的欠条上 借款人也根本不是他的姓名 而是罗杰 小邓解释说 他更喜欢别人叫他罗杰 无语的主持人只好表示 节目组醒客不用缓了 最后攀关了整场相亲的女嘉宾金友团 对小邓的评价十分到位 他说呀 用一个词形容的话 这人就是个250 感觉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浮躁 没有真采实学 还出来炫炫 卖弄一番 比较幼稚 不靠谱 就没有好词 如果说没好词 有了这一次的牵扯之间 为了让小邓也能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节目组又给他找了一个不在乎经济条件的姑娘 这姑娘就更小了 才21岁 是个服装销售 她只有一个要求 不找河南人 看来对河南人的意见很大呀 难道前男友是河南的吗 两个人一见面 小邓那嘴就没停下来过 但是巴巴说了一大堆 都没说到重点 主持人想要打断她 让姑娘也聊聊自己的情况 谁知道小邓觉得自己还没说尽性的 让他们再等几分钟 这神奇的操作把姑娘都给逗乐了 等她把机灵狗碎的一股脑讲了一遍以后 姑娘终于有机会开口了 得知她是黑龙江人以后 小邓还有些失望 她觉得洞北女孩都太粗鲁了 而且很喜欢八卦 在她看来 女孩子就不应该八卦 也不能说脏话 面对小邓的刻板印象 姑娘很是尴尬 但也无法管驳 毕竟自己也是有地域偏见的人 对河南人有偏见的姑娘 偏偏遇上了对东北人有偏见的小邓 这难道就是以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吗 事实上 小邓之所以会用这样的直白的话 让姑娘难看 是因为她不满意对方的条件 她想找个城里的 姑娘也听明白她的意思了 于是主动说 自己接受不了对家乡有意见 结束了相亲 姑娘气冲冲地离开以后 小邓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还洋洋自得地给姑娘打分 觉得她不单纯 表示自己看不上她 觉得得单纯吗 我只能说有一点是非 有点什么 是非 是非啊 东北都有一点是非感 就是说很八卦 反而老家常 我只能给她评分 只能说是 多少分 完全没有自知知名的小邓 还给节目组题要求 他希望找一个 韩剧《魔女右膝女主》那样的女孩 还觉得自己找这样的并不困难 而且他说理想的生活 是在都市里 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魔女右膝》你不是看过吗 《魔女右膝》你不是看过吗 韩家人嘛 偶像 《右膝般的感觉》 《右膝般的感觉》 这个好像不是很难吧 我将来我希望 我人生可以带屋室呢 如果带租室呢 创造了一片天空 这个要求让主持人觉得相当的难办 毕竟这只是个相亲节目 又不是什么扶贫组织 不想努力 又想过上好的生活 只能祝福浩高勿远的小邓 可以早日实现愿望吧